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你在家 你有本事抢男人 怎么没本事开门呢 开门 好 好 我建议 但是我会回答 你建议来不及了 已经到这儿了 您说 您说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接下来进入千和林天佳酱油 真心问答环节 第一个问题 我和大家都一样很关心的 就是您现在的情感状况 我现在的精神状况很好 精神状况 我们一般认为精神状况好的人都是情感状态好才会这样的 我觉得精神状况好了以后 情感状况才会好 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说如果现在您在做情感选择的时候 从性格方面 你一定要是那种非常强势的 那种对你来说要有一定引领的 男生不是你喜欢的菜吗 我不喜欢特别强势的男人 嗯 我希望能够找一个通情达理的暖男就行了 暖男到底通情达理的 我不能天天找一个男的在家跟我吵架吧 那你再强势 我干嘛要跟你在一块儿啊 对吗 不是 说到性格当中 你自己评价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还是有一点小作的那种女人 气范儿了 要不然我把小作去掉 其实大家都觉得我是很作的一个人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作 是 我很讨厌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敲门敲了20年了 还在敲门 如果大家觉得我性格很作的话 恭喜你们 你们猜对了 我刚才说嘛 要不然我把这个小字去掉 有人总是问我说 你觉得在哪一件事上你是最作的 我告诉他们说 我没有最作 只有更作 一直走下去 好 问题问完了 吃点东西 我来试试 这个酱油特别好 这个酱油好好吃啊 它是什么牌子的 孟老师 你能为我介绍一下吗 我们的冠军上 千和林天佳酱油做菜 下次可以炒来试试这个 强烈推荐 我们家就用这个 好 我晚一点把我的地址给您 弄一下机会 欢迎王林老师 我们来看看场上的三个熟悉的家庭 4号 高佳颖 孟爷爷好 王林姐好 大家好 我是高佳颖 上次由于我的博士学历 遭到了男嘉宾的拒绝 我难过了很久的 学历相差太悬殊了呀 你说啊 其实呢我也是一个超级吃货的 只要男嘉宾有一手好厨艺 可以做出满足我挑剔的 未来的食物 我觉得我们全家都会欢迎他 你说那个爱做饭是吧 我想你们推荐未来的男朋友 一定要用千和林添加酱油给你做菜 不添加味精 色素 防腐剂 让你吃得更健康 你们家我印象最深的是 你那个叔叔 南京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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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又来了 我有点苦衷想你倒倒苦水 你说 回去又开会了 开会的全家人都怼我 说我这两期下来 过于表现自己 更可气的就是 还搞得莫为淘太子 家里候选人多 怎么找了一个说普通话不好的人 上场还这么不靠谱 莫为淘汰 为什么没把你淘汰了 她为什么没把你淘汰了 她为什么没把你淘汰了 孟爷爷 我确实蛮委屈的 但是我越战越勇 我一定要把她夹出去 我努力 大家一块努力 好 这位是 二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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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媳妇吗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曹帅了 曹帅了 欢迎你们 五号 你好 孟爷爷好 大家好 我是陈霄威 然后是一名首饰设计师 上次没有牵手成功 是因为异地的原因 但是其实我是非常自由的 所以说只要她是我万里挑一的 另一半 我一定会随时随地为了她飞过去的 大家好 我今天来有个小目标 定个小目标什么 先嫁 先嫁出一个女儿 对 我两个女儿 上次来我回家也被家里人批评了 说我不够努力 没有把女儿嫁出去 我今天一定是加倍努力 好 欢迎你们 六号 大家好 孟爷爷好 叶爷爷好 上一次我妈妈和姥姥 都为了我拼尽了全力 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点太过犹豫 我希望这一次我可以勇敢一点 为自己努力出击 我们一起加油 大家好 我是婉泽的妈妈 上一次婉泽在房间里 一个电话都不打 一打电话就灭灯 我响起来了 确实 我和姥姥在外面急坏了 这次我和姥姥继续为婉泽加油 希望婉泽在预照优秀和心仪的男嘉宾 就勇敢地走出来 加油 来 三位 请就位 没往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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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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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有请一号家庭 当初不是一家人 绝对不禁一家门 大家来四个年 啊 上高胎啊 哈喽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叫新家子 今年23岁 来自广东佛山 我的性格比较直爽 简单 也有一点自己的小个性 对待爱情呢 对方的人格魅力 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希望今天能够遇到 一位是从道合的男生 谢谢 感觉她很温柔 对 慢挑思理 孟老师 我们又见面了 是 老朋友了 上次妹妹牵手成功 可能是因为 我写了一首小诗的缘故 弹球 孟宫牵一线 众里寻她 贡凯旋 所以说 这次我又带了一首小诗 献给大家 相亲大会 喜开年 姊妹 童勋 共访官 好事 成双 牵手笑 公身托梦 再成全 好厉害 写得好 大家好 孟老师好 自从参加了 新相亲大会以后 我们一家也就成了 我们新相亲大会的 忠实粉丝 我们家也是 平时看电视 我们就是首选江苏卫视 吃蛋糕也只吃港容蒸蛋糕 哇 这个妈妈好厉害 对 有品味 我觉得正在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你看一个节目好了之后 把我们整个频道都口碑都带上了 可不吗 这双胞胎两个长得可真像 我们上一期节目来了一对兄弟双胞胎 真的是差五分钟的双胞胎 像是有完全不像的 这个你看双胞胎太好了 欢迎你们 来 请入座 都说不是一家人 绝对不进一家门 能当亲家 有请二号家庭 哇 小仙女 哇 阿姨好年轻哦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苏星 来自四川成都 今年22岁 我在恋爱中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桌巾啊 同时呢 我也是一个恋爱脑 曾经为了爱情放弃了事业 这次也非常感谢孟老师 给我们这个机会 站在这个舞台上 因为我们家是离异家庭 我爸妈已经两年多 没有见过面了 所以非常感谢孟老师 给我们这个机会 站在这个舞台上 让我们一家再相聚起来 这是一个很暖心的事情 就跟我们的999感爆灵一样 暖暖的 很贴心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是苏星爸爸 作为我们父母来讲 他都是我们家永远的骄傲 希望能有一个用心呵护 我的豌豆小公主的帅气男生 和他牵手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们 有请三号家庭 好好看的裙子 孟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许倩文 好高啊 我今年是28岁 经营着一家电商企业 和一家智慧文旅的企业 我最大的不足就是 我不懂得以柔克刚 而是你刚 我更刚 我一直在寻找 属于我的五彩斑斓的黑 我既希望他成熟稳重 又希望他会撒娇 然后既希望他温文尔雅 又希望他风风火火 你刚才说的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要的太多 但是说不定 真有这样的人存在 好 爸爸妈妈 不 这是朋友 我在想 怎么那么年轻 下问题了 孟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许倩文的父亲 我的哲学标准 不求大富大贵 自求平平文文 不需要找大男子主义 或者纹固之地 我希望找一个有孝心 有责任心 懂得感恩就可以了 好 欢迎你们 来 秀入座 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 所有家庭请就位 拖单快 上真爱 两亿单身好青年 都在用真爱网 欢迎进入千和林添加酱油 新乡亲大会 本节目由千和林添加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选林添加 千和林添加酱油 不添加味精色素防腐剂 新乡亲大会 由狼牌特区战略合作播出 与狼共龙马奔腾狼牌特区 本节目由港容震蛋糕 特别赞助播出 港容震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震蛋糕 好吃不上火 新乡亲大会暖心合作伙伴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添加 有请1号男嘉宾 男嘉宾出场了 这个长得还有点帅 哎呀 蛮帅的耶 这个挺可爱的 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 嗨 挺可爱的 有点棉 哈喽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叫王新宇 今年26岁 来自山东烟台 现在是直播导演 导演 ABC汉方纯眠 养护友方 友爱更健康 好 我们先看片子再问 18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18岁的王新宇 其中巅峰220几 220 想要匀衬的身材 想穿好看的衣服 想做什么就立刻去做 三个月减肥40斤 有毅力 讨上迷向学校的服装设计器 小胖子逆袭成了衣架子 生活从不犹豫 辞职 换城市生活 重大决定 十分钟就够了 要说什么会让我犹豫 也许就是开始一段感情 恋爱开始前 我不热情 也不限殷勤 从来没有追过女生 从来没有主动告过白 不主动的 我们这么被动的也挺难的 但只要对谁上了头 就像猫吸了猫薄荷 恋爱脑就是用来形容我 她是恋爱脑 曾经为了离对方更近 就休学考雅思 陪她出国 还没收到提供 就扮了旅游签 飞到她身边 跟着女孩子走 可是谁能想到 我无意间看到了她日记里 对前任的念念不忘 没有了爱情 什么都不重要 可是她为什么要翻前任日记 对 终点是为什么翻日记 我没有入学 就匆匆回了国 回到原来的取消 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恋爱脑 当然不是件好事 我知道 但我改不了 如果能改 那就不是我了 下一次 依旧会为了爱情 去到任何地方 我不喜欢很会的女生 很会的是什么意思 这可能就是我的恋爱后遗症 利用套路接近我 示弱激发保护欲 等我陷入爱情 她却能快速抽身 情商高的女生让我心动 为人处事恰到好处 活泼开朗最好 最好的爱情 就是相互依靠和陪伴 我期待 未来的王馨宇 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蛮帅的这个 是的 很帅 我觉得这个长得还可以 我看到你这个VCR里边 减肥的时候吃沙拉 配的是我们千和林添加酱油 纯粮酿造自然发酵 让你的减肥餐又健康又美味 这个选择还挺好的 好了不起 从220减到 现在差不多是150到155左右 差不多能减掉一个人的重量 200多斤的 对 有没有想爆灯的 爆 都爆 都爆 来一个 爆一个 没事 不怕她觉得我太强势 试试吗 怕啥的 你们听过一句话吗 男人就像食堂里的饭菜 要去晚了就没了 没了 试一下 试一下吧 4号 男嘉宾 你好 看你的那个VCR里面说到 不太喜欢很会的女生 对这个会的这个程度 你具体是什么 这个会指的不是恋爱当中的会 而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或者说还在见面几次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这是我所说的会 比如呢 什么叫做就是主动示好的程度 让你不开心 就比如说我们俩在过马路对不对 那来车了我跟你讲 来车了你小心一点 而不是说她扯着我的手指 或者说扯着我的衣角 跟我说我好怕 怎么会这样 有女生第一面 人家怕怕有这样的吗 有过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戏太过了是吧 就是我会觉得 女生这样不合适 女生这样不合适 她真的这样不合适 蛮可爱的 对 比较可爱的那种类型 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在自己的宿舍 她自己可以扛一头水上去 对 结果一到男生那边 人家怕怕 我觉得你也蛮会的 5号 你说你是恋爱脑吗 你是相信一见钟情还是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 我也从来没有一见钟情过 你说你决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很快 那如果你决定爱一个人需要多久呢 要慢慢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先当朋友再接触 然后 一个人在一起 一个月就冲到国外去了 跑出去陪人去了 对 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还年纪还比较小 在上大学那会儿 但是我从我小时候开始 就是一个为爱付出的一个人 因为我当时那个大学 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 所以就想出去陪着她 因为她自己一个人在国外 我也不是很放心 你这样的决定太草率了 还是有点太高级了 对 我理解她年轻的时候会这样 但是她之后还会 跟着女朋友去走吗 她不是说她是恋爱脑吗 恋爱脑就会 我觉得 太出动了 三个好 男嘉宾好 就你说你可以为了女朋友 去到任何地方 那么接下来的恋爱里面 你还是会这样做吗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年轻 我可以去改变 如果这个人 我觉得我很爱他 他也很爱我 我愿意为了我的爱情 去抛弃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为了你放热放起那个 都放弃了 对不对 那就不能要他 不理智 对 来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淳也 如果一个男生跟你恋爱 一起一个月的时候 两个感觉都挺好的 一个月时间 你出国了 这个男生说 我也来陪你 我应该会有一定的压力 两个人在一起很甜蜜啊 但是因为他放弃了自己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让我觉得因为我 而造成他放弃的 这个会让我觉得有压力 而且还有一个 有在我们日后的相处当中 出现了一些矛盾 对 他可能会觉得 我当时都是因为你来的 然后你现在跟我吵架 是会蔓延在日后的相处当中 就这两点都会让我觉得 有一点倍感压力 其实稍微会有点压力 对 稍微会有点压力 这么快 小伙子 从你上来 在和家长们的沟通当中 至少三次提到了 付出 放弃 舍弃这样的词 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会给人感到甜蜜 而很多时候 像淳于也是年轻的女性 也是会给人造成压力的 我先说一下 这是女生的想法没有错 但是作为男生来讲 我并不会在以后 比如说会有吵架的时候 翻出旧长来说 我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 我来到这个地方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条件是 我的大学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大学 这个我注意到这个细节了 对 如果有这个考量 我觉得也好一些 有你自己的考量 我觉得就好多了 一方面 我选择了更好的学校 一方面 我又可以跟女朋友在一起 这听起来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这样就很温暖了 对 其实我会对这个男生打折扣 太追随我了 我其实不喜欢这种 过于追随我的人 你前面那个说法 我觉得很多人会说 我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为了保护你 我为了陪你 我那也都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那不行 我的一切就是陪着你 那不行 王玲 不用接了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您说 您说 孟老师您说 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 如果和一个男人 陷入了爱情之后 他很快地就会跟你说 我为了和你在一起 比如说我放弃了什么 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你内心的是哪种情绪 会多一些 如果他说是为了我 放弃了学业 这小孩子 这小孩子看着我 我有点紧张 对吗 你可以慈祥地看着他 对 如果你觉得是为了这个女孩子 你放弃了很多东西的话 那如果我是这个女孩子的话 我就 就跟你说 你该去哪儿去哪儿吧 该去哪儿去哪儿吧 我觉得爱一个人的话 就是 我是个老太太 我想 就是把我老太太的 不许你说你是老太太 我们俩差不多大 刚才我又夸 夸孟老师帅了 我说孟老师是 我是想要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男人的一种类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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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两个人是真正爱对方的话 就会觉得我给的够不够 如果两个人都是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这个爱情 会非常非常的甜蜜和长久 我是这么认为 作为一个感情一路失败的老太太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可能一直是这么认为 所以一直失败 好的 每个人都是通过一段一段一段的感情 走完了一生 很难说哪一段成功哪一段失败 所有的回忆 造成了今天我们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样子 刚才说的那个话 我稍微修正一点我的看法 您说 不是说给的够不够 而是你要不要 对啊 我们要搞清楚 对方要的是什么 首先是内容 其次是程度 程度和方向都很重要 对 对 对 是不是他需要的 是这样子的 都说原生家庭 其实会对一个孩子 心灵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我想说下这个事情 因为在我幼儿园的时候 我妈妈被检查出来乳腺癌 我爸爸会因为我妈妈治病 把公司卖掉 把房子卖掉 把车卖掉 我姐夫对我姐姐 就是特别的好 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孩子来讲 其实他是 让我知道了 让我知道原来爱一个人 是要付出他的东西的 是要给他一份安全感 是不管他出现任何问题 我是可以保护他的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做的决定也好 包括是我对爱情的向往 其实是来自于我爸妈的爱情 那是我见过很美好的爱情 我也愿意这么来做 也愿意把我所拥有的东西 给到我的爱人 就被爱灌溉长大的孩子 好纯爽 你身上最闪光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对未来的爱情 和婚姻的那种纯洁 那种美好 你的期待特别大 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付出 都一定得到想要的回报的 爱情首先我说的八个字 相互吸引彼此需要 这八个字很重要 爱这个东西是要和尔蒙决定的 说得太对了 对的 对的 曼老师我要讲 5号 男嘉宇你好 我现在有点激动 我妈要说啥 因为从她的一些描述之中 我就看到了我女儿 她也是一个恋爱脑 我其实不是 她觉得爱情高于一切 她因为那个男孩子 是自己还没有什么事情 她就自己创业 妈说的太多了 她女儿就放去考公园 我帮我妈那个 像你们家派一个代表 让你女儿说得比较好 我好激动 因为她给的不是男孩子要的 不要抱这么多料了 妈妈 这个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因为我看着她很 这个电话来得很及时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5号女嘉宾 然后 你都听不下去你妈妈 对 请接下我 我同意 我同意 我太激动的话有点乱 请接下我妹妹吧 来 妹妹接电话 你姐姐都听不下去了 赶紧打电话来 解救我们 就常来了 喂 妹妹 喂 你拦着点呀 别什么都说呀 然后还有就是 男嘉宾其实 各方面我其实都蛮喜欢的 他也挺好的 但是可能我还是需要一个 就是能够 hold得住我的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 你还是帮我委婉地灭个灯 男嘉宾 我姐她觉得 你各方面都跟她很像 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但是呢 我姐可能觉得 孟爷爷 不说 我忘了 我忘了 天呐 我妹这次怎么啦 要hold得住 要hold得住她的人 你们家 你们家很有意思 被我妈给打乱了节奏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首先她觉得你非常好 有很多可贵的品质 但是好像不是她现阶段 想要找的那种人 她让她妹妹把她灭灯 不要听姐姐的好不好 不要听大道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喜欢这种吗 我还没有考虑好 因为有点纠结 我前男友就是因为她翻了我的就是跟闺蜜的聊天记录 喂 孟老师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请帮我接下我的闺蜜 三号闺蜜 喂 喂 刚刚有个点我比较介意 就是她说她看了她前女友的日记 然后我想知道她是不小心看到的 还是她故意去翻的 如果说她是比较强的控制欲啊 或者说就是追查你的隐私这些啊 我就会比较介意 所以你帮我问清楚 男嘉宾 刚刚在VCR里面你说你看到前女友的日记 所以发现了她内心的一些秘密 决定跟她分开 那么你是无意中看到的 还是特地去翻看的她的日记呢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是去抽屉里面找东西 那天正好她就放在那里了 这个事情是怪我的 对 我翻看她的日记 是这样 但是她一翻到是日记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最好的是交还回去 因为她本来就知道那个是日记了 你翻完后悔了吗 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事情 我觉得爱情是要专一为前提的 就是她没有尊重对方的隐私 其实她可能自己心中就已经有一个疑惑 她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吗 对 我觉得我要给为她辩护 因为如果有一个本子在那儿的话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本子的话 你们也许也会去翻一下 我觉得给我我肯定不会翻啊 翻了之后就算没有看到东西 我会内疚 我如果看到东西的话 我又会不开心 我为什么要去翻呢 她是想要去了解她 可是她了解的话 她完全可以凭借沟通的角度 不 就是偶尔看到了这个东西 你会去看吗 我不会 我也不会 喂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四号高佳颖 可以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吗 我想问男嘉宾几个问题 来 四号的声音放一下 男嘉宾你好 我很想问的问题是 你在爱情中是怎么获取安全感的 因为我见你有去翻女朋友的日记 这个事情 我想问是什么原因 造成你去做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因为我不是故意去翻她日记 安全感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对她 是她对我的爱 而不是我要去试探 对 我觉得安全感是 可是你不会觉得安全感 是自己给自己的吗 如果你们两个信任足够大的话 你为什么还会去翻 如果她把日记留在抽屉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是 对你足够的信任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狡辩 确实翻别人日记 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我了解了 谢谢 王玲 孟老师 其实我要为这个男孩子 辩护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她刚才看到了她女朋友 那个日记 我觉得她不是故意的 那如果我是一个女人 我看到 这抽屉里面怎么会有个本子 是寄那个电费的呢 还是水费的呢 还是什么呀 我会打开看 打开这个本子以后 很多文字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至少是我的话 我有一个好奇心 写的是什么呀 我也会去看 对 我同意王玲姐刚才说的是 看那个日记 没有这么大的罪过 关键是看完之后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这一点很重要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没有偶然地看到那本日记 现在你和她的关系 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会有两种结局 一个就是她的 对我的态度慢慢变得冷淡 那个时候我已经办理了入学 到了墨尔本 开始了我的学业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俩可能会变得 她越来越爱我 对 不能说她有什么缺点吗 我只觉得没有那个感觉 我不喜欢这种信任上面的这种感觉 她完全就是一个不信任 喂 主持人 我是一号女嘉宾 帮我声音公放吧 那就 一号的声音放出来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 我更希望有一个成熟的男生 还有就是 恋爱脑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想让爸爸帮我把灯灭了 对不起 然后还有其他的二号 三号 四号 六号 都帮忙灭了灯吧 啊 啊 啊 千和好酱油 珍爱灵天佳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灵天佳酱油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 精彩稍后继续 如果我们结婚了 可以幸福到今买房吗 结婚后加累子钱谁来管 结婚后第一次过年去她家 有了孩子之后谁来带 啊 相亲太难了 相亲就应该纯粹一点 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 就像我们的千和灵天佳酱油 不添加味精色素防腐剂 没有杂质才有好品质 赶快来报名千和灵天佳酱油 新相亲大会吧 相亲一点多的 好 多帮忙灭了灯吧 什么情况 灯灭完了 帮我再说就说 我不太喜欢她这个信任上面的问题 我也想灭灯 我也要灭灯 然后我都要灭灯 对 你们全部灭灯啊 天哪 把大家的声音都公放出来吧 大家都有话要说 来 现在是1号说完了 来 2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2号 是这样的 是我觉得我们俩太像了 因为我们俩都是 对爱脑 并且我们俩都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就是有点恼火 男嘉宾你好 我是3号女嘉宾 我就不太喜欢 就如果说男生太过于 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给我的那种窒息感 4号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在爱情的一开始呢 我们两个人起初是要有信任的 像一个同样的场景 摆在我的面前 我可能不会去翻阅他的日记 我觉得你可能 是在安全感上 有一定的问题 6号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我可能 非常需要一个 可以在感情上 给我一个引领的 这样的一个男生 所以我选择了灭灯 真的不好意思 1号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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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意思 不好意思 男嘉宾 不好意思 男嘉宾 好来受啊 好来受啊 我先跟各位女嘉宾说一下 其实安全感的事情 我一直都是有的 我也真的没有不信任 我的当时的另一半 就是那个日记 一开始它是不出现在 在这个抽屉里面的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 确实我翻动了那个日记本 来安慰一下这个宝宝 我有一点心疼这个孩子 今天大家都灭灯 我是认为不是全部都错在你这里 可能大家都是觉得你在某一个点上 不是太适合 也许他们看到的只是某一点你的缺点 但是我一直认为 你身上一定有很多闪光点 那么你要找到一个能够接受你缺点的女孩子 你也要去找一个你能够去容忍她所有缺点的女孩子 当你们两个觉得我们两个都不完美都有缺点 但是我看你的缺点也是可爱的 那这样的女孩子才是真正适合你的 好吗 我觉得你很棒 谢谢 王林姐 谢谢 你一定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谢谢 好 那我进去了 谢谢 您辛苦了 您辛苦了 没有 没有 请自出来安慰一下这个宝宝 我觉得好心疼啊 王林姐说的呢 我说两下我的看法 第一 我认为她表现出来的不是缺点 看日记可以约等于看手机这件事情 就我接触到现在的女生 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不管 一半以上的女人是主动或者是不经意当中 是想看对方手机的 她看这个日记是带有偶然性的 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主观的那种恶意 你一定还有很多的优点和特质 但是在这个台上没有机会展现出来 你展现的总是愿意为别人做什么 你在未来和女生恋爱相亲的事情当中 先要解决的是让她们喜欢你 价值观的事情 所以在后面你对爱情 对婚姻的那种期许 慢慢地让她知道 就是我觉得大家今天都有点武断啊 你们不能抓住一点 而且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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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们也给自己一个空间 去了解她的空间 来 到三现场看一下 三现场是 我小姨和我小姨夫 小姨和小姨夫 大家好 我是王新宇的小姨 觉得女嘉宾可能因为今天的这个日记的问题 或者说是这个安全感的问题 灭灯的原因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我家大宝是最好的 谢谢小姨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狡辩 确实翻别人日记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爱一个人是本能 就是希望你们的女儿 可以被别人爱着 谢谢 她是真诚的一个孩子 她是蛮真诚的 你们可以重新亮灯吗 我觉得她还是不错的 你看 这么高 这么帅 多一点笑容多好 好 再见 多懂事啊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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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面灯的原因 我觉得是在于我吧 没有人家组不了解我 对于这个结果 我觉得可能会有些遗憾 王新宇是一个特别懂事 也特别独立一个孩子 我还是一直支持我家大宝 在场所有的男性观众 如果你们自己在家 不管是女朋友 还是老婆不在家 抽屉出来多了个本子 你从来没见过的本子 你决定打开看一看的举手 要诚实啊 我告诉你 答案我给出来了 几乎都看 对 全部放下 看别人日记总是不好的 这个态度多好这个孩子 对啊 但是看看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多少女人 觉得看男朋友 看老公的手机 天经地义 理直气壮 还觉得这叫有安全感 跟人家比一比 这就是价值观的差距 像男孩真的挺好的 说得好 谦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这个帅 他长得还可以 他蛮像同余艳的 这个很潮 哎呀 还用骗着他 对 大家好 我是姚超飞 今年25岁 毕业于悉尼大学 图目控制专业 本书联读 我的爱好是 太紧张了 健身 旅游 还有烹饪 三个一样 就是英文一样 健身 旅游 烹饪 我喜欢自信大方 上进的女孩子 那不就是许诺吗 我觉得挺帅的 你在悉尼大学 你认识一个在博尔本 你叫王兴宇的人吗 不认识 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4号佳颖的婶婶 说我们佳颖呢 现在是在英国上博士 因为她学的是艺术类的 我就想替她问一下 你的专业是什么 跟她的这个 是不是有很大的亲和度 首先我的专业 是比较理工男的专业 理工男 但是我觉得 两个人的专业不要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乐趣了 理工男跟艺术女很配 对 是的 你要再找一个土木工程 你们俩晚上在一块 特别适合接一个项目 对 对 她画一个楼 你画一个楼 佳颖也是就是说 比较喜欢运动 然后希望你也关注她一下 没问题 我沈沈有点喜欢她我觉得 五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姐她是设计师 所以她的领域是艺术方面 然后你的领域呢 是偏理科方面的 对 所以文理结合 然后以后如果说有宝宝啦 不偏文科也不偏理科都很好 然后我姐呢 她的爱好跟你一样 就是也喜欢健身 然后也喜欢旅游 你让你妈妈把那个小牌子拿下去 特别强戏 妈妈开始撒娇了 老举这个牌子从头到尾的 我这个目标可能完成不了今天 我还在王兴宇这边上去 你在乱说话 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在乱说话 连一个都完成不了 我也这样想 ABC汉方纯眠 养护有方 有爱更健康 好 来 看片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姚超飞 今天想录一个Vlog 关于我单身子日常 我是个纯正的功课男 悉尼大学土木工程专专 文说联读 文说联读 那之后呢 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功课 这个是很有海星量的 拳击 潜水 冲浪 什么项目我会去尝试一下 但都是入门 不过我不喜欢闲着 起码我是一个绘画族的闲鱼 我是一个不会恋爱的功课男 天哪 不会恋爱 我一听到小白我就怕 实际上他们会很多伤害 拓担解释太难了 原来喜欢一个女孩子 聊天 不懂邀约 倒也会不迟下问 求助好兄弟 但点子真的一个比一个难 恋爱的事好兄弟真的不靠谱 跟我一样我也不会恋爱 后来我就请朋友当军师 完了 等下这个点要被问吧 只要我一走完路 就会找她走接近 她 女她 是的 你们也注意这个问题 我觉得无所谓 能接受 那我得问一下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 我想坐回去 但也只有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才会去找她们 在感情里 我是个简单的人 我更喜欢内心自信 情绪独立的女生 好了 今天就录到这里了 希望早日脱单 我不喜欢灭灯吧 这么快 我想问她那个女军师的问题 你问 我也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先问一个问题 你认为你给自己的定位是恋爱小白 我之前是 现在也是有一些恋爱经验了 就还好 我认为恋爱小白和理工男不是一回事 恋爱小白叫不会 没有经验 理工男是会 有她的一套逻辑 你更偏向于哪一种 我偏向的话 我还是比较理工男的话 就是很难去理解 女孩子想的是什么 所以很难去和他们去交流 就很正常 理科男生 确实很多都有这些问题 当我去了解一下 女生心里怎么想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女生想的也不错 我可以多为她们考虑一点 前面那个一天到晚付出的兄弟一定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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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我刚刚看你短片里 说你有一位女军师 好 我闺蜜也关心这个问题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你能简单地介绍和形容一下她吗 这个很委婉 这个问题好 我也想听 是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 她漂亮吗 对不起 我问了一个很世俗的问题 漂亮 敢爱敢恨的一个女孩子 漂亮 敢爱敢恨 那她为什么不喜欢她呢 这 陈燕的眼神 朋友 她也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那没关系 她是你朋友的女朋友 对 你什么事都烦兄弟的女朋友 你觉得合适吗 这 遇到点事 不为兄弟 为兄弟的女朋友 因为问男生的话 他们真的就很难去给你解释清楚 他有点撒娇 我不喜欢撒娇的男生 感觉他有点软软的那种性格 他就不太明白女生的某些话 或者说 怎样给女生制造一些小间歇 你那个兄弟跟你关系好吗 肯定好 你是先认识这个女生的 还是先认识你的兄弟的 先认识我的兄弟的 那就好 那就好 那我大概了解了 她跟你的关系比较铁 你有什么问题 你会向她咨询一下 对 是吧 兄弟女朋友也不是外人 对 都是自己人 喂 喂 喂 孟老师 我是那个二号女嘉宾 麻烦帮我的声音公放一下 可以吗 二号的声音放一下 你好 男嘉宾是这样的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和你的这个女军师 最大程度能分享到 和你女朋友之间的什么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也有一个男军师 你会不会介意 看看她俩好不好 一个有一个问题回答 那个程度的话 确实就是只会问一些 比如说我们俩闹矛盾了 或者是一些 我觉得表达不太准确的时候 导致女朋友生气了 我会问一下 我哪句话说错了 或者是我应该怎么去说 这句话 他们想确认的是 你还知道 两个人有一些事 只属于两个人的 对 肯定是有些事情不能说的 对 就不能说 漂亮 那第二个问题是 什么来的 你介意不介意 她有一个男军师 男军师的话 其实我还是有点小吃醋的 很双标 我有问题想问她 有点点大男子主义 这样子 我也觉得有点双标了 我觉得 其实很双标 就是双标嘛 但是如果她的这个男军师 是她闺蜜的男朋友 是不是好一点 那是我能接受的 对 一般都不可能 三号 如果说这位女将军 军师 对 女军师 不好意思 一下子觉得好威猛 对 女军师 对不起 女军师 如果说你没有问题 你女朋友哪里哪里哪里 哪里有问题 你会怎么做呢 肯定不能直接说出来 肯定是不好的 肯定会把自己把那个点做得很好很好 让我去影响她 让她也去把那个点做得好一点 你下意识里面是认同这位女军师的观点 对吗 就是我没有错 就是我没有错 我女朋友哪里哪里不对 什么 她如果那么相信那个女军师 她的人生观 价值观 恋爱感 她都那么去信任她的话 她觉得这个女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的 对 因为说如果你心里面坚定 自己错了 女朋友没有错的时候 你不会去问那个女军师 你自己会有办法 当你去问那个女军师的时候 你下意识觉得 是不是我女朋友哪里做错了 那么她回答你的时候 你就可能更觉得 对 我是没有错的 真的就像我所想一样 错在我女朋友 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女军师她的存在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有道理 她同意了 有道理了 我终于把她欠退了 有道理了 她就不是一个好事我觉得 如果有两到三个女军师 就相对客观一点 开个会 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就一个我就保押在她身上 如果她的判断错了 那我就完蛋了 要不然你把你的军师 团稍微扩大一点 我们来问一个有经验的女人 王林姐 来业务了 又来业务了 又来业务了 你在生活中 有没有扮演过女军师这样的角色 我跟你讲 我实在坐不住了 我得溜达着说这个话 超飞 我认为你在暗恋你的女军师 暗恋你的女军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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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见血 因为在恋爱里面没有对错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能够这么去信任一个女人的话 那说明她在你的内心 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对 位置很高 她的眼神好像是在默认 作为一个51岁的老太太 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 你不许说你是老太太 作为一个51岁的小姐姐 我认为你在暗恋着那个女人 我觉得她好像没有否认的感觉 完了 她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这期节目播出以后 你那个兄弟看完之后 没事了 怎么 怎么 兄弟没法揍了 那不会的 那不会的 我给大家报告一个消息 那个女军师就在我们节目现场 她是她的机友团 怎么称呼啊 大家好 可以叫我宋索 我是姚叉飞的朋友 首先我们刚才已经明确的前提是 我是她朋友的女朋友 类似于是她们的兄弟 并不是说闺蜜这一层关系了 我跟她认识很久了 然后都是共同的朋友圈 如果她以后真的谈女朋友的话 一定是会带到我们的圈层里面 来跟我们认识的 是不是仅仅在恋爱当中的问题 才会问你 是的 她问我的问题 其实就只会在说 节日了 该给女朋友准备什么样的惊喜 来问我 询问一下我的意见 然后或者说是 两个人吵架了 她希望自己能够换位思考的时候 才会后来问我说 你是那个女生的话 你会怎么想 所以前一条件都是 她希望两个人的感情 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好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待会儿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沟通啊 谢谢 王林姐 非得说你暗恋人家 你觉得现在澄清了没有 我也要澄清一下 真的就是好哥们儿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一点暧昧的感觉都没有 原因如果有这样的 像你们想象这样 这女孩不能来上节目 明白明白 这个女孩子讲得蛮好 不可 我不可 我不允许她是没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三号 你好 我是三号 我认为弹琴 算是两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要请教军师呢 我爸坐不住了 你怎么这么没主见吗难道 她没有否认 天哪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你的亲友团来了 是不是只有你军师一个 你家人有没有来 我家人没有来 那不对 那你兄弟呢 我兄弟也没有来 你看 只有军师来了 你把你的女军师带过来 做你的亲友团 是你们真的没有问题 还是你真的觉得 她的意见你要听 这个太 这个电影 让人接受不了 我觉得我爸的观点是对的 太没主见了 他的父母没有时间 根本不存在说我说的话 他就言听计从 不存在这种现象 5号 孟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女儿 因为这种性格肯定比较建议的 她要不要灭灯 你的这个话 就是在提醒你女儿要灭灯 我没有理解错吧 对 好 来 5号 你觉得怎样 其实我是认同我妈妈的意见的 就是因为我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所以说在这一点点上 可能不是特别契合 谢谢男嘉宾 我发现你女儿讲话讲得很好 好 来 5号面等吧 你干啥 你别等啊 你声音不 喂 喂 孟老师 我是3号女嘉宾 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 3号的声音放一下 男嘉宾 你好 我是3号女嘉宾 你好 这样子的 你如果说这么听女精师的话的话 我就怀疑你 是不是也是非常听妈妈的话 就是我比较介意的是 妈宝男 如果 赶紧说这个事比女精师还可怕 如果你遇到一个很喜欢很喜欢女孩子 但是你妈妈不喜欢 你怎么办 我妈妈很明确不喜欢 那我也会坚持一下 就是我会 坚持一下 第二下就不坚持了吗 超瘋的 她肯定不是妈宝男 就不可能的问题 我来救你 在这个事上面 妈宝严重得多 起码女精师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找的 妈是天生的 知道吗 对 我觉得妈宝男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不想听就不听 无所谓的 这个 嗯 这是她说的最有思想的一句话 最怕的现在有些小孩是什么呢 要打游戏 要睡懒觉 说我们年轻人要有自己 要自主 但是没钱了跟爹妈要 也是天经地义的 不能双标 当你经济能独立了 你的生活 人格才能独立 确实 但是说得很好 这个说得对 你说经济独立 个人才能独立 那如果她现在没有呢 是不是就是要听妈妈的话了 谢谢 喂 孟老师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麻烦帮我转接一下我的爸爸 三号爸爸 喂 老爸 就是她刚刚讲的这个 她不是妈宝男这一点 我觉得有点站不住脚 她收入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她可以不听妈妈的话 那她现在如果说说不稳定呢 帮我跟她说一下 然后就是我比较想要一个 有主见的男孩子 我女儿的意思就是 妈宝男这一块 你没说清楚 不好意思 我们倩文可能不太合适觉得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把我声音公放出来吧 一号 一号的声音放一下 你好 男嘉宾 其实我觉得 你既然能把你的女坚师 公众于众 这一点我是没有什么怀疑 我觉得我很信任你 然后有一点就是你说 你感情方面 你会去咨询你的女坚师 那你在生活中 其他的方面 是不是有自己的主见 对 我生活中是挺有主见的一个人 就像是比如说 工作方面 学习方面的话 我都会带领我的那些小团队 做一些困难一些的项目之类的 我是很有主导能力的 还有像 对男孩说我太难了 旅游方面的话 我也会自己制定计划呀 之后去哪个酒店住呀之类的 也不用问谁 对的 知道要问吗 我都不用问别人 最基本的东西啊 那想请问一下 你最近做过 自由主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来这边呀 来想起 来这边带上我的军师 孟爷爷神父的 对 这也是很实在的一个孩子 你到澳洲读书呢 澳洲读书的话 肯定是家里人同时商量的嘛 完了吗 又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事情了 哎妈呀 咋整个孩子 对啊 但是我也是自己也挺想去的 不是因为有个前女友在那 你不放心 最高取代了 不是的 不是 你过了这个 我觉得她表面上说有主见 但是我觉得还是缺少一点主见 能感觉得到 喂 谁 你好孟爷爷 我是六号女嘉宾 能帮我转机一下我妈咪吗 六号妈妈 拿起来 拿起来 可以 妈妈去吧 老了就给撤了 喂 喂 妈妈 我其实是一个没太有主见的人 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虽然说他自己很有主见 但我有点没太看出来 我觉得如果要是两个人都没有主见 在很多需要决定的事情上 就不会太合适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灭灯吧 好的 男嘉宾 男嘉宾 我女儿说好像你两个都也不是特别有主见 就可能在一起不是特别合适 对不起 这都是妈宝就得了 好的 对不起 姥姥好嫌弃她的样子 事情发展到现在我告诉你 情况是这样的 我给你汇报一下 几乎已经证明你跟她没有那个问题 对 但是几乎也能证明你没有主见 这两个事都基本上快成定案了 我先到三现场看一下那个姑娘 我想跟你聊一下 因为大家觉得她身上表现出了 不是特别有主见的那种感觉 对的 你在生活当中的观察是一个什么印象 好的 我这样说 姚诗飞的生活中是非常有主见的人 即便是我给出了回答 她也会结合两个人的情感 和自己的思考来处理这个问题 并且我是不知道她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而且还有那个妈宝的问题 她从大学硕士 全部都是在悉尼大学上学 那如果是妈宝男的话 她就不可能说 独立在国外生活这么久 明白 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不管是在爱情还是生活中 所有方面 她全部是非常有主见的一个男生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对 主要还是她展现的不够 我觉得妈宝是精神上不是说 只是说她生活方面能自理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会儿 要跟宋索聊这个话题 我能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有些表达的点 可能我想不到 就是我的那个军事 可以帮我想到这个点 军事可以帮我想到这个点 军事可以帮我想到这个点 哎呀 本来都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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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把你从坑里 已经拉到 已经刚刚了 她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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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太牛了 她不可救药了 救不了 孟老师 孟爷爷太操碎了心了 太可爱 我的天哪 这也太依赖了 她还是受女军事的影响 这点我不行 接受不了 因为她自己不觉得 自己的关系有问题 对 她贴持不到我们说的点 我先出去 孟爷爷 加油 来 出来了 王林来了 水姬来了 来 我又坐不住了 我又跑出来了 超飞 所以 就是说我问问题比较尖锐 你说当你有经济独立的那一天 你可以不听父母的 对吗 OK 那你刚才是这样的表达的 是的 是吧 那么我想问你 你现在的收入一个月是多少钱 是尖锐 我现在刚毕业 OK 你就是没有什么收入 对吗 对的 你现在所有的吃喝拉撒买衣服 都是靠父母的 对吗 对的 所以你现在没有权利去选择 你的另外一半女朋友 因为你不独立 你是一个孩子 你所有的一切你都没有成熟 OK 那我是代表里面的这些女孩子们说一下 全部都熄灯啊 全部都熄灯啊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林天佳酱油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耶 本节目由千和林天佳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选林天佳 千和林天佳酱油 不添加味精色素防腐剂 本节目由港中蒸蛋糕 特别赞助播出 港中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养护有方有爱更健康 感谢ABC汉方纯棉的大力支持 那我是代表里面的这些女孩子们 说一下全部都熄灯啊 全部都熄灯啊 什么情况 啥意思 全部都可以往后退了 因为我是受邀来 帮我也灭了吧 帮我一号也灭 我等会儿我还是出去说吧 全部都可以往后退了 又退了 她刚刚都点她了 她还在说要问她意见 这个就是男孩子 对 她应该受受挫折 对不起啊 我说话很难听啊 不难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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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挺好的 就是今天我在房间里面的那些女嘉宾 她们全部都说熄灯 是有她们的原因的 我想说的我说完了 你是灭灯天使 加油 小伙子 你自己要站起来成为一个男人 好的 决一棒 我表达的是你们要表达的意思吗 很好 是的 这样 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 两个人最后都没有能够牵手 其实是这样的 我相信大多数女生或者观众 我们都能看出来 你和你的兄弟的女朋友之间 没有所谓的那个问题 但是是另一种问题 你还记得我问到一个问题吗 你对她需要的那种帮助 仅仅限于恋爱吗 她回答是 也许未必 其实你的生活的各方面 都是需要别人给你一些建议的 至于给完建议之后 你怎么决定的 也许你有你的办法 但是你生活中 一直需要一个长期存在 给你建议有安全感的异性 你兄弟的女朋友 正好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她给了你很大的安全感和依赖 我觉得 还是因为有恋爱经验少吧 我觉得 因为 这跟恋爱好像都没多大关系了 你代入感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20多岁的女生 你愿意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是一个能引领我的 让我有安全感的 而不是我找个男朋友 我男朋友有什么事 都还去问别人 这很可怕 对吧 对 这其实也之前 我不成熟的时候我觉得 你现在也没有 所以先改变你 能够完整独立的生活 判断很多事情 再解决恋爱的事情 我告诉你 等你自己在生活当中自信了 可以安排你一切生活之后 至于跟女朋友吵架 哪句话说的多了少了 轻了重了 你会自己处理的 你不需要问别人的意见 如果你继续依赖一个女军师 就是你后面的人生很可怕 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个建议 好吧 莫姨 我最后最后 因为从女生的那一场 我很想告诉你 在恋爱的里面 我希望你可以放弃掉 说自己是个理工男 就不会和女生 打交道的这个枷锁 请你放弃掉这个 世界上有很多的理工男 但这个职业并不代表 就是说他们会阻隔 是我和女生交往之间的障碍 因为爱是用感受的 它不是用别人的经验 移植过来 嫁接过来的 对的 对的 我们不要那种满天天花乱坠 但只要你自己真心 向我发出的那个信号 即便再笨拙 再简单 再沉默 我都会接收到 感动的 对 所以请你忘掉 我不会和女生沟通 恋爱和表达自我 说得对 好 再见 有些问题没解释清楚 可能我的表达能力 可能没有那么强 想得会比较慢一些 对的 就以后的感情生活中呢 肯定是要 男孩子们越来越成熟 很多感情问题 是要自己去做几点的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邀请三号男嘉宾 真高度还可以 比较成熟 这个还行 这个男孩子好有味道 再看个成熟一点 然后个头也好 孟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各位叔叔阿姨和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方建栋 稍微有一点点肉 来自成都 然后现在是一家娱乐公司的合伙人 真的 也算是一个投资人 是一个创业者 谢谢大家 今年多的 30岁 30岁 真正好 你就要比我大的 你真的有一个比我大的 成都的 这是成都的 30岁 你是成都的 我知道30岁 我跟你讲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前边两个男生 都没有牵手 都没有牵手 如果你再没有跟人牵手 我这个月工资就保不住了 好 我觉得挺好的 3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跟我们家倩儿非常的合适 首先是从身高 其次再是颜值 再其次你们的行业 我跟你讲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许倩文 你跟她在一起 等于同时收获了好几成伙伴 谢谢阿姨 就是如果今天 她不是阿姨 她不是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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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完了 赶紧拦住她 快快快 没关系 我想说的是 谢阿姨 不是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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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别跑了 跟她朋友 如果你们俩能牵手成功 你这句阿姨我也接着 倩文比我漂亮一百倍 好期待 二号 好助力 你这个闺蜜好会说话 来 2号 你好 蓝嘉宾 你好 我们也是来自成都的 那么我女儿现在也在来成都 那么除了刚才3号所所的 所有的契河南 我们还有地域上的优势 所以说我想你多关注一下我女儿 又温柔又孝顺 对 你这个行也是她比较喜欢的 我想提醒你们一下 你们片子还没看呢 看这个行 ABC汉方纯眠 养护有方 有爱更健康 看片子吧 有人问我 为什么喜欢在路上 因为探索未知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我叫桑前东 一个起点在成都的创业者 今年30岁 现在是一家影视传媒公司的副总裁 同时还是科技公司和餐饮企业的董事 四川省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 斜杠青年 2020青年企业家联盟 哇这个也很优手 今年才计划四川区主席 2020亚太金河组织 未来之声全球创变者 看似少有成绩的我 也经历过事业的低谷 曾经在大街上 发了两个月的传单 但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 做到了销量冠军 事业对我而言 只有未知的起点 没有永恒的终点 他是靠自己起来的 我很在意这一点 情侣会爆灯啊 30岁 其实是一个男人最黄金的年龄 内心觉得自己的事业 还要做得更好 才能给未来的家人 提供更好的条件 但现实是身边的朋友 纷纷都走进了婚姻 再去找以前的朋友吃饭 永远变成了三人心 自己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动摇 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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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霸道总裁 甚至在感情当中 还需要一些安全感 不介意女生的依赖 但希望女生能分清场合 体谅自己 你看他要一个能拎得清的 不能既要求比较好的条件 要限制我在外面的努力 我觉得他就要求你 不喜欢过节凑热闹 也不喜欢只在过节送礼物 太有目的性了 我觉得最浪漫的过节方式是 两个人在家 准备属于自己的晚餐 他不喜欢过节送礼物 要给他空间 到了我这个年龄 颜值不是我的第一考量 我更喜欢温柔体贴 能给我安全感的女生 如果有一天 我愿意毫无保留地展示自我 那么你将是我 人生旅途当中永恒的起点 一个白手起家在创业道路上的男生 男嘉宾在拼搏事业的同时 也要照顾好身体 我建议你们家常被999感冒灵 暖暖的很贴心 成都的这个天气特别多变 家里就没少过 你刚才那个片子里边 除了在有相亲方面的意义 我觉得还有一种意义是什么呢 一说起成都 大家说得最多的 那是一个适合养老的城市 好像那个城市的人 就是每天喝茶 打麻将 吃火锅 我都奇怪 我说成都人都不用上班吗 老是给我们这种印象 安逸的 慢节奏的 适合养老的 并不都是 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在奋斗 在打平事业 在创业的路上 我这样说没错吧 没错 我们一般是在这个茶馆 火锅 店 还有这个麻将馆 谈生意 我蛮喜欢的 3号 你好 男嘉宾 刚看了你的片子之后 其实你自己是白手起家创业的 然后今年是30岁 所以你的择偶 我判断 你肯定不喜欢 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 有很多地方理解不了 你跟你没有共鸣的女孩子 这是在说我们家庭吗 有 差不多的 好 谢谢这个小姐姐 你还是叫阿姨 我听得习惯一点呢 5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说你白手起家吗 我姐她也是 可以说她自己创业 也是白手起家 我姐呢 她不仅可以在工作上 给你大女人的建议 在生活上 她还会给你一种 小女人的小鸟一人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我们 5号家庭肯定是没有错的 我妹妹说得很对 萧薇名字很好听 萧薇 对 2号 你好 男嘉宾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的恋爱史是怎么样的 还是有过几段 怎么说呢 就过往的这个恋爱史 会告诉我的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太多人 可能遇见一个对的人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能力去 陪那个人走下来的 那那个人就不是对的人 也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对的人 要双方确认 对的 我也非常看重的 就是双向奔赴这件事 那你最后一段感情 那个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是 他要出国 然后我在国内 去墨尔本 听话 是不是去到墨尔本 不要太巧 我不太能接受异地很久 他在异地 我可能已经过了那种 每天只能通过电话和微信 我是需要能和我在身边的 正好 我们就在身边 好的 谢谢你 我们就在身边 这男生确实还蛮强的 但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喂 孟爷爷 你好 我是六号 你可以把我声音公放一下吗 来六号的声音放一下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是六号 婚后你会希望就是 在成都还是说 有哪些城市你觉得都可以 就是我已经在成都可能 宽好了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区域 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内安全的 算是幸福的生活 但是如果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我也愿意迈开脚 这还挺好 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 好 谢谢 我觉得男嘉宾说话回答得很好 很有分寸 是的 实事求是 是的 也不装 也不说大话 也不乱承诺 刚才这个问题你分一下 跟你讨论这个话题的人 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如果刚刚大学毕业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大的束缚 对 但是一个30岁 已经创业了这么多年 企业 公司都在成都 对 要考虑一个成本 6号 听懂了吧 嗯 听懂了 她的情商挺高的 5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刚刚仔细观察了一下 我觉得都很完美 然后都跟我姐很契合 但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缺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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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等于情话要来了 喂 孟严 你好 我是5号女嘉宾 麻烦公放一下我的声音 谢谢 5号的声音放一下 喂 男嘉宾 你好 我是5号女嘉宾 你好 我非常能理解你说的 就是你希望女嘉宾 能够既有生活的陪伴的要求 又有事业的舒适感 另外在生活方面 我可能是比较小女孩一点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这种比较粘人的小姑娘 谢谢 不介意 谢谢 不介意 我说孟严爷可以教薇薇爆灯吗 她没有爆灯 自然有她的原因 很 如果这世界不够 就这么大 无防尽 你能够开心 你也可以教薇薇爆灯吗 她没有爆灯 自然有她的 她的 她的 笨啊 是错了 是错了 头离之间 冷静 等一等 我告诉你 这个场上都是聪明人 这个男生回答问题 讲话的分寸感我打9分 在这个台上很少见 有一些事业有点成的人 说话容易给人带出傲慢 或者那种自大 他一点都没有 不卑不亢 他做得非常好 然后你说为什么不爆灯呢 起码有一个原因 他说了我不喜欢女人太黏着我 对事业有着妨碍 而他跟他强调一点 你介不介意 我有点小年人 对 我有点担心这个 在他没有得到确认的回答之前 他不敢轻易爆灯 三好爆 这一点小博弈 就差这么一点点感觉 我觉得这都很好 大家都是聪明人 差一点 差一点 来 三号爆灯的原因 男嘉宾 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你好 其实是这样的 你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就还蛮欣赏的 因为看到你的VCR 你是白手起家 可能你走过的路 也是我走过的路 我们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然后你说的就是你可能 不会很注重在节日送礼物这一点 我完全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样才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所以我就果断地爆灯了 谢谢 谢谢 然后我补充一点 我不粘人 我会给你空间 我也需要空间 这是大姐姐们的战场 两个姐姐在谈恋爱 5号 薇薇黏人是有分寸的 她不会那种无袖子的黏人 你就数这句话说的最有水平 这个是对的 3号 我有点反对不同意 太远了 叔叔觉得远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他们两个都在创事业 第三个 这么远 你的老人母怎么办 我们的父母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后面的事情 对 反正谈恋爱 他刚刚受了不介意在哪儿的 所以我不同意 没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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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王老师男嘉宾 因为站在爸爸的角度 我相信你是能理解 他其实所有的说法 围绕着一个核心 他舍不得女儿 但是我要解释一下 他的业务都是在云上 云是跟着他走的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我爸可能想找个坠绪 喂 孟老师好 你爸爸反对 我知道 所以把我声音公放一下吧 好的 你赶紧的 老爸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现在只是说 我觉得他很不错 然后很适合我 所以我们要先尝试 很多问题 都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我觉得不要急着反对吧 我知道你的心情 因为我确实经历过一段 异地恋 然后我爸很担心这件事情 然后爸爸是爱我 我也知道 你爸爸提出唯一反对的原因是 双方老人怎么办 我说一个我的观念 也是浙江最近兴起的观念 叫两头婚 对 我听说过这个词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什么叫两头婚 就是在关键的节日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但我不知道男方接不接受啊 但是我会比较倾向于这个方式 俩人已经在谈婚后的生活 怎么安排了 这咱们是不是太超前了 这个讨论 等一下 我很有兴趣跟你爸爸 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因为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 我也只有一个女儿 作为有女儿的父亲 可能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我对我女儿的 找什么样的男朋友 从来没有提出过具体要求 我从来不会把 那个男生 他未来要嫁的那个男人 是否孝顺我 作为条件之一 只有他们俩足够恩爱了 双方的老人 才有可能得到爱 而不是现在两个人的感情 有没有建立都不知道 你就先来说 老人怎么照顾 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 我会在我丧失生活能力之前 一定会把我的生活安排好 对 对 你想想看 在恋爱开头的时候 你给了你女儿在恋爱出起 一个多大的阴影 我的话也不一定对 只是供您参考 我也想回答三号这个叔叔的一个话 就是我们都是独生子女 我期待的是 以后过年可以两家人在一起过 其实不必选择A或B 有的时候是可以做一个A加B的 同时我想告诉叔叔 我知道您的这种心情啊 就是怕有人有一天抢走了你女儿 我觉得如果是对的人 没有人会抢走你女儿 你还会多一个儿子 太好了 对 太棒了 说的 太好了 说的好话 你要是能跟他跳成功 真是幸福死了 上军灭掉三男的回来 你看哦 你看哦 你确定不想来见见女儿吗 让她出来见见你吗 你再考虑考虑其他人好吗 天哪 我妈太努力了 你有吗 没事 没事 好 好 梅娘娘好吗 我没配选啊 叔叔没有帮我 1号 1号 没关系 没关系 看三个女生基本资料 1号 新家子24岁天津话剧团成员 3号 许倩文28岁电商公司老板 5号 陈小薇30岁配饰设计师 有请1号 5号 有请3号 全属啊 如果这世界不把世家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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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父母亲跟着想你啊 就算很容易了 1号开始 郑嘉宾 你好 我觉得感情不是说出来的 是相处来的 虽然我自己还小 但是我在慢慢长大 我在慢慢学会 怎么去跟一个男生相处 怎么去变得优秀 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相处 然后去了解我 嗯 谢谢 5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首先非常感谢你 我能够照顾我 然后其实一开始出来 有非常地吸引我 主要是你的睿智 你的谈吐 我觉得只有这样子的一个男人 才能真正地保持我 包括保持我家里面 另外两个小公主 虽然说我们在事业上 可能都是比较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我更希望 我能辅助我的另一半在我前面 我更好的能够照顾这个家 所以只有你这样的男人 才能给到我这样的这个点 我相信我能够把你的家做得特别的温馨 谢谢 谢谢 爆灯的3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觉得你本人比镜头上好看 谢谢 谢谢 就是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惊喜的 我觉得就是咱们两个其实经历 稍微有点相似 所以更能理解彼此的不容易 可能会更加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一点 另外呢 我是属于一个有趣的灵魂 就大家可能觉得 我在工作上是一个我 在私下又是另外一个我 我生活中会带来很多 有趣的 有意思的事情给你 所以跟我在一起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每天都有新鲜感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想 以后的日子 我们一起相遇 来 三现场 孟爷爷好 来 允哥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你给个建议吧 三个女生放弃谁 我的建议是3号 原因 原因 原因是因为最开始3号在上台 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说 欲刚则刚 我不懂得以柔克刚 而是你刚 我更刚 就是据我对哥哥的了解 觉得以后避免不了太多争吵 所以我的建议是3号 当然最终决定权还在哥哥 你同意吗 我 我不同意他 不同意他 不同意他 他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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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为我带来 你不认为我带来 心心啊 假的 你不认为我带来 你不认为我带来 你不同意是对的 你没事了 兄弟 好 既然不同意 另外两个女生 放弃谁 可能对1号 根据目前的了解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 抱歉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果 下面进入港容蒸蛋糕提问环节 来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你曾经3号输入在举手 我反对太远了 还是就是那么强烈反对 我天哪 她不是反对吗 你看 我的妈呀 林姐加油 王林出来了 有亲戚来了 我好紧张啊 你好 隋姨 你好 你可以叫我小姐姐 雪姨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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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定要雪姨小姐姐呢 我理解3号爸爸的反对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是设置障碍在这里 在这个舞台上设置障碍 你觉得他是在设置考验 他是故意的 想多了 想多了 他是心里面是喜欢这个男孩子 他才会这样 对啊 我帮你问 那个大哥 你是像他说的这样 内心是喜欢他的 提出这个事 只是增加一道家事题 还是你真心反对 给个明确的话 不要让我们误解 大哥 大哥 你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你看他 你要给我点面子行吗 好好回答大哥 不接受 肯定不能接受 首先男孩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非常满意 看到没有 重点在但是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说他们两个成了以后 刚才也提到 就过年可以两地 他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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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行 女儿嫁出去了 任何时候都在南方过年 成不成另外一回事 我就是嫌远了一点 你看看 是不是 你不认 我还玩 他反对得好坚决啊 我的天哪 但是我觉得许倩文 她是特别喜欢 对 要不然人家 为什么会爆灯啊 对 她一下 她就坐在我边上 就是在没有任何 预兆的前提下 突然就叫 我爆灯 我爆灯 吓我一跳 所以从这个行动上来讲 我觉得她是特别喜欢你的 而且呢 我认为她事业有成 自己也会知道自己她今后要什么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一个女孩子 而且呢 我认为男孩子有魅力的地方在哪里 你的情分 你的谦卑 所以就像我们孟老师一样 嗯 一开始见到她以后会觉得 哎 一开始我就觉得挺好的呀 但是 时间接触 是不是 时间久了之后觉得更好了 时间接触久了以后 虽然她的发型一成一变 但是我觉得她太有魅力了 我有数 我有数 但是我觉得男人的魅力不是在这个皮囊 男人的魅力是像 是这样才是真正有魅力的 所以我觉得您不要拖您女儿幸福的后腿 我就是嫌远了一点 好 你要给个回应 我现在要是她 我不知道她在你们俩中间 会更倾向于谁 但显然你爸爸出了这个难题之后 你要有一个态度 才能让我做最后的决定 你爸爸的刚才态度你要给个回应 对 我只能实话实说 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你的 所以 但如果说 将来我依然说服不了我爸爸 我可能只能会妥协 对 好 有这个明确态度就好了 理解 好 来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两个女生 3号还是5号 问题还没有问 问题还没有问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 那我就不问了 如果 因为我的工作太忙 或者说是临时的事情太多 忽略了某个很重要的时候 比如说纪念日 比如说约定 最后会怎么办 我想要先回答 我想要反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当你想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我会补上乘以二 我想要说的是 我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在意这些节日的人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男生 每一天都是节日 他回来的那一刻就是节日 回来的那一刻就是节日 回来的那一刻就是节日 天下诗一样的语言我妈呀 这就是爱 千和好酱油 真爱零添加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3号还是5号 5号 5号 签5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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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过去就考了 谢谢 谢谢 我想说一下 就是 千和好酱油 真爱零添加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零添加酱油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 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 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千和零添加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 选零添加 千和零添加酱油 不添加味精色素 防腐剂 养护有方 有爱更健康 感谢ABC汉方纯棉的大力支持 新乡亲大会 暖心合作伙伴 999感冒0 暖暖的很贴心 直接过去就考了 谢谢 我想说一下就是 还要选 还要选谁啊 其实因为我是一个男生 如果自己未来有一个孩子的话 我想要你一个女儿 所以我其实很多时候幻想过 如果我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我该怎么样 所以我特别理解叔叔 舍不得你的心 因为我现在不了解 你能不能说服叔叔 我也不了解 我们接触之后 会不会有未来 所以我说实话 谢谢 谢谢3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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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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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姐 加油 好 对我姐 太棒了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嘉宾进入阿道湖相爱空间站 我觉得女生很漂亮 我相信距离其实不是问题 如果两个心是真的心有灵犀的话 地狱一定是阻挡不了两个人的 希望我跟男嘉宾的相处 能够像翻一本自己特别喜欢的书一样 能够越读越喜欢 狼牌特需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女郎共龙马奔腾 男嘉宾选择五号 我觉得不奇怪 因为他父亲如此坚决 每个人 每个家庭 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刚才他说了一句 嫁过去了 春节就应该在南方嫁过 我认为我女儿结婚以后 只要他们俩商量好了 在哪儿过得OK 那是他们夫妻的决定 别人都无权干涉 在婆家过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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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略 你还要担心 尽 那边 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期待你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